您好 我是绝培法师 这是佛法经要思考课程的第十讲 上一讲谈的是中道 指的是超越两端的执着 以客观了解真相的全貌 而不落入偏见 今天则是要来跟大家探讨涅槃 有人说涅槃是死亡的意思 当然不是 涅槃放在第十讲 必定有它的意涵在 也就是涅槃可以说总结前面九讲的最后目标 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涅槃还是很抽象 我想问你 你想要自由吗 涅槃是任何想要追求自由者的终极自由 你希望得到喜乐吗 涅槃也是任何想追求喜乐者的究竟喜乐 那它是什么 怎样才能体会这样的境界呢 佛教讲涅槃是一种圆满 证悟法身 进入到一种没有动荡 是非好坏 对立的极灭境界 是净化贪爱 舍诸执着 拔除烦恼 熄灭欲念的世界 进而到诸佛世界的净土 剧足波瑞的慧解 舍离贪嗔痴的束缚 当下即是清净自在的涅槃 新语大师曾经对涅槃这么形容 他说涅槃是一个证悟的境界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 证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其实当下就是涅槃 当一个人证悟到涅槃时 就代表他已经彻底地解脱自在 就尽喜乐 一般人可能会以为 自在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 结果却缺乏公德心 不负责任用语言行为伤害他人 硬说这是人身自由 却造成社会的失序 根本上这是自私不是自由 还有一种人喜欢隐居山林 不与人往来 认为这是出世的解脱 一旦走到人群里就浑身不自在 这也不算是真正的解脱 因为他还是仰赖着外面的清静 有一种人沉迷外在的金钱 豪华的房宅 美丽的外表 而以为得到喜乐 偏偏这些喜乐 都是有生有灭 有变化 无法长久 当所仰赖的外在因素 失去的时候 就会苦恼 这些当然也都不是真正的喜乐 这样说起来 你应该多少有一些了解 所谓解脱 自由 喜乐 都不是从外在而获得 而是一种内在的证悟境界 不再受外在的动荡 是非 好坏 而有所动摇或不安 这是一种因为洞察了世间的实相 不再因生命变化 而随之起舞的心理状态 也因此 用涅槃寂静 来形容内在世界的圆满与平静 要怎样体会涅槃的心理状态呢 平常我们可以先透过静坐 让自己沉淀 当外在的世界沉寂下来 观照内在的世界 看着念头的生起与幻灭 全然通身放下 放不下时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人我的好坏 也都将成为过眼云烟 无论外在或内在的世界 都是有违法 也都是无常 无我 于是在念头的生命变化中 看着它的生命变化 而不随之起舞 就如同 我们看着池里的鱼 游来游去 心中朗朗清澈 没有任何好坏善恶的分别 不随着鱼的来去 而跟着来去 同样的 仅仅看着念头的生命 而不随之生命 渐渐 你会感觉 有一种尘埃落下的 轻盈自在 每一个放下 就如同一层层的剥落 没有能受的人 也没有所受的苦 抿除了能所的对待 也跳脱出 好坏 对立的 二元世界 这样的练习 虽然不能说是 真正的涅槃 但是至少让自己 从善恶 苦乐 生灭等 对待的世界 跳脱出来 而体会 不被外在 所牵引 或主宰的 一种心灵的自由 最后 我们摘入 涅槃的几个重点 第一 涅槃 是一种 敏除对立 证悟人生 究竟的真理 是净化贪爱 舍诸烦恼 熄灭贪欲的 彻底解脱 与自在的 圆满境界 第二 自由不是 为所欲为 隐居山林 也不是 真正的解脱 凡需要 仰赖外在 所得到的喜乐 都不是 就近喜乐 因为这一切 都会随外境 而生灭变化 第三 体会 极尽涅槃的方法 可以先从 静坐开始 一切通声放下 不因外在 与内在的变化 而随之起舞 渐渐尘埃落下 心中 朗朗清澈 而自在 听完了 今天的主题后 你有什么收获呢 欢迎您的留言 并与我们分享 您对涅槃的了解 恭喜您 又学到了一个 佛法的观念 希望我们一起 共同探究 生命的真理 也愿大家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祝福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